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插花叶类在启示的时候 有一个红眼出群 这个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然后后面的动作到这边有一个背身椰掌 这个大家也都熟悉 在咱们之前的基本功能也讲过要领了 它是有一个指向性的两端 手都必须得有劲 你不能说单一的一个方向前进 后手丢劲了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有为八卦掌的基础要领 但是后边的都不一样了 这个插花叶类啊 它也是以脊柱为轴 但是它不是以这个脊柱轴向向前前进的 它是沿着这个瀑布两端这个方向前进的 然后呢 这个细节呢 我从头开始啊 给大家示范一遍 从这边开始 沉间坠肘 趋零颈进 这个都不会有变化 然后是从背身叶掌 从这一刻开始 身体呢 沿着这个瀑布的这个指向性 手继续往前 后手呢 也牵上劲 身体呢 以这个大臂为轴 身体往前钻 上部 扣步 这个时候啊 以脊柱为轴 身体呢 沿着这个大臂啊 从它底下绕过去 然后上手呢 这个手是插出去的 这叫插花 翻身 到这儿 后手椰掌 这叫椰肋 这个基本功呢 可以连续的做 这个过程 是插花椰肋 完整的过程 下面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插花椰肋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哪里容易出错误 咱们还是从起势开始 有很多朋友啊 太想把这个基本功练好了 他呢 容易急功近利 在起势的时候 他就过于追求这一下 他把脊柱 这个中心轴 他给忘了 他成了一个S型的轴了 这个呢 是一定要注意的 从起势开始 然后还是端肩 这个问题呢 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很多朋友 都是在这个问题上 端肩 拔气 这个一定要杜绝 从这一刻开始 你的手虽然起来 但你的气息 必须是往下降下来的 然后到这一刻呀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就是到这儿 你的重心你不能往前栽 你的重心是中定的 保持住这个脊柱的中线 从这一刻开始 这是像自由落体一样滑下来 然后后手呢 可别从这个腿这么抬下来 是不对的 这是之前咱们提到的一个基本功 这个叫背身叶掌 在这个基础上 两头八卦掌是前后两手立相通 这个劲儿呢 一定要前拉上 这是需要注意的 另外还有就是在扣步的时候 有的人啊 这个手起来了 还有呢 在这过程当中啊 单独的这一手插出去 这手再回来 这手再翻再干 等于你把一个劲儿分成了几个劲儿 这是错的 正确的是什么呢 是从这一刻开始 扣步 然后从这一刻 借着腰转身 手向前插 然后身体在这个大臂上翻身 两个手啊 劲儿是相通的 扣下来 然后前手推 借着这个反作用力 转腰 把这个手推回来 这个才是正确的 还有一件事啊 需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就是咱们这个插花椰类的基本功啊 它并不是初级的基本功啊 大家也看到了 它呢 结合了之前的一些简单的基本功 循序渐进 它有一个次力观念是组合而来 初学者呢 如果你的柔韧度不够的话 是不建议你一上来就练这个基本功的 当然如果你想练的话呢 咱们也有办法 就是咱们可以在站姿高位的这个状态下练 大概就是站姿保持这样 咱们只用掰扣步 从这椰掌到这 你可以用站姿扣步 掰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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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 两个手呢 前后两手力相通 把身体这个劲儿给它连上 可以在这种高位的状态下来练习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插花椰类呢 在实际当中啊 它是怎么一个思路 下面呢 给大家说一下 刚才这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我准备好攻击 然后呢 对方呢 向我突然发动进攻 他把我的报架拍下去了 这个时候呢 我要想反抗 我的手需要往回收进行防御 这个时候呢 对方不给我机会 他用了一个八卦掌里面的白鸳线骨 然后呢 向我这个下颌 也就是我颈椎挤住这个方向 沿着这个远方 向我发生突击 这个时候啊 我已经很难再去闪避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要用这个插花椰类 沿着对方的这个 攻击方向 换身 把对方让出去 这个呢 是插花椰类的其中一种用法 然后咱们再说 这个插花椰类另一种用法 就是当对方 把我这个压迫到 这个横格膜以下了 对方压迫到横膜以下 然后对方 这个时候突然发力攻击我 我呢 已经不能够从上面去闪避 对方的攻击了 这个时候 我就要用插花椰类 往下盘去走 上手 沿着对方的攻击路径 继续给他加一个劲 这只手 给对方加力的同时 去骗向对方的重心 手呢 给他下一个绊子 然后拉着对方后腿 这个时候对方呢 他就会失去重心 这个呢 就是插花椰类 从下盘的一个用法 有一点啊 需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就是插花椰类 这个基本功啊 它并非一个主动技能 更多的情况下 是被对方逼的 不得不自己改变 自己的角度和方位 被动而应用的 所以呢 大家在练提的时候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主动攻击技能来用 它是一个被动技能而应用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